凤梨警分局秉持着反诈试诈 不能只有相亲或家长知道的理念 力推全灵试诈打击诈团 不仅携手县长徐振卫在亲子馆开幕时 传授现场小朋友们分别诈骗手法 凤梨警方也在瑞穗乡重阳节庆活动上 加强长辈们反诈骗及交通宣导 凤梨警分局积极推动反诈试诈宣导工作 这一次在瑞穗乡老人会重阳节庆活动现场 凤梨警分局侦察队以及远警们上台不厌其烦 进行反诈试诈宣导的同时 也加强每一位长者的交通安全观念 而提面命还不够 就连县长许正卫也跳下来加持宣导 品质还有呢 价格不合理 诈骗集团 对 一个在店家卖要25万 在那个网路要1万 千万不要点进去哦 那真的就是诈骗哦 那就是把你的 你自己的个资会连接给他 不要哦 我们平常会不要贪这些小便宜 反诈试诈的宣导对象凤梨警分局表示 不能只有一般社会大众 小朋友一个也不能少 也因此在光复亲子馆接牌启用的当下 凤梨警分局也结合了县长许正卫 西首相在场的所有小朋友 以及青少年进行反诈施诈的宣导 所以我们要心存怀疑 这个小心求证 所以在这里 正卫阿姨帮我们警察局反诈骗一下 真的 因为现在的这个诈骗 诈骗的手法日新月异 连我们的爷爷奶奶也常常被鼓的一愣一愣的 所以一定要落实到我们的部落 到我们聚落到各个地方 尤其是我们不要贪小朋友 那这也是从教育开始 凤梨警分局有了花莲幸福大天时 徐正位加持的反诈施诈与教案宣导 成效事半功倍 凤梨警分局除了万分感谢并表示 全力推行全林施诈教案活动 鼓励幼童和家长们 从小开始培养对诈骗的警觉 以及识别能力 保护全林老少免受诈骗的危害 记者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